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2月20号礼拜五 那明天是12月21号礼拜六 那礼拜六我在有两场演讲会了 那早上在台中下午在高雄 不过听说明天的高雄下午会很热闹 就是两个一个挺的一个霸的 抗议很多 没有关系 闹钟取静 那对明天我们行程定了就照着做 那我想在这场说明会里面 我会跟各位谈什么呢 对半导体的主线是不会改变的 你不要认为说 今天被动已经上来半导体就会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结构 来分享一下被动元件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还是说被记忆体结束没有 好那这个地方的结构最近是台积电下跌嘛 那台积电下跌 那未来的半导体或台积大联盟还有没有机会 对这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我想今天的大盘早盘是急杀有没有 大概在九点半左右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急杀呢 因为台积电急杀 好在早上九点半的时候急杀 后来台积电往上拉 拉到十点钟 来到今天的高点三百三十三块 结果大盘呢在十点的时候拉到比板上 好后来为什么在高档在那边盘旋 好到最后最后一个位置 因为台积电在盘旋了 你们发现台积电盘旋 那为什么最后一盘会杀下来 而且台积电杀下来 台积电用掉了四万多张吧 我看一下三万多张 用了三万四千一百五十六张杀尾盘 这个台积电杀下来 所以呢 台股杀下来 当然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其他的全资股也杀下来 那为什么 今天最后一盘 大概这个是四百一十五亿 为什么那么大量 负食指数调整 所以压了一些全资股 所以本来没有跌那么多的 最后台积电也被压下来 本来以为台积电会守在三百三十块以上 就被杀回来 所以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负食指数调整是往下压的 所以这种调整就是被动式基金 下礼拜就没有 你就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 那就是短线上面来讲 有些全资股被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下礼拜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连外资都没有 我所谓连外资没有 就是外资的动作会减少 不会完全没外资了 因为欧美系的外资 准备启动放年价模式 要去放年价 好 他们从耶旦节一直到 这个元旦新年的部分 那一般的交易 他通常在最前面十天左右 他大概都不太交易了 所以外资买卖会减少 所以大盘的成交量会萎缩 今天是最后一天外资该卖的也该卖 好 那对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们刚才谈到说台积电其实影响指数是非常大的 对吧 如果我们以今天来看 今天台积电影响了51点嘛 好台积电的下跌影响了51点 所以呢 对今天跌掉59点 有51点就台积电跌了 不过呢 中小型股也有沙盘 就是在目前位置当中来看的话 也没有比较强了 不过我想不管如何现阶段的一个架构 你要把它掌握清楚 所以下礼拜 台积电没有外资了 没有外资卖压了 或者外资卖压减轻了 我们不要说完全没有外资 外资卖压减轻了 所以台积电下礼拜会回稳了 台积电回稳 然后呢 指数就不会大跌了 就指数而言 那下礼拜 谁会活跃呢 一般是业内 我们每年都一样 到了这个12月20号到12月31号 这段期间 外资放年价的这段期间 业内会开始动 低价大量的股票会开始动 这个第一个业内会开始做价做量 第二个投信会做账 那至于集团做不做账 应该我觉得 这个效益是联想性的 很多人去联想说 华兴集团最近很强 所以华兴集团做账 那我觉得那比较偏向是联想性 但不管如何 集团做账会是一个题材 集团做账 然后呢 投信做账 那其中投信做账最重要 因为投信每年的年尾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下礼拜这个时候 那个拼机会拼得非常厉害 所以呢投信会做账 你先了解到下个礼拜可能的行情 好 那现阶段来看的话 台股的部分目前是回到十字线附近了 那也就是下礼拜大概低档的支撑会在十字线 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九点 那没有多少点了 下礼拜基本上也不会大涨 指数的部分不会大涨 然后呢也不容易大跌 所以十字线有机会守住 但是呢 个股的反应会很激烈 有一些投信结账 什么股票投信结账了呢 有一些投信要做账 等等等 这个地方的结构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一下投信可能做账的标的 好 那基本上 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你可能要提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有一些主力股 它的沙盘会很重 好 今天有一档股票很标准 3680的加登 加登在昨天创下波段新高来到203块 今天直接跳功跌立吧 你自己看 加登昨天最高203块 今天跳功跌立吧 有人说啊 那是因为台积电修正了 所以台积电供应量修正 胡说八道 那是因为加登本身的问题 什么叫加登本身的问题 加登被强迫公布11月的EPS 就11月的这个美股获利 结果是亏损0.05 然后呢11月的营收 它是月增年增都40几% 那加登的11月营收是月增年增40几% 11月的获利却是亏损0.05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加登营收做得很漂亮 获利跟不上 那对还亏损 所以股价大涨一大段 从这一波的起涨75块 到现在已经来到了最高203块 结果涨上去之后发现是亏损的公司 所以这种主力股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 我再强调一次 这种类似这样的主力股 你要特别小心 它可能就不完了 因为你这照妖镜嘛 你照下来之后你获利跟不上 股价最终将反映回它的EPS嘛 我不管你在短期都会拉 但是呢重要关键点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你有没有赚钱才是重点嘛 对吧 这一类的主力股可能要小心了 所以之前有谁 利基啊 利基是赚钱的公司 他没有亏损 他没有亏损 利基为什么会从255块 杀到今天剩下165 255到165是90块 为什么一跌跌的90块 很简单 他赚的钱也不够多 对吧 我之前跟各位谈过 很多人说这个利基也是大涨一段 大涨一段上来 然后呢 很多人都说什么 接到华为的这个 这个射频元件的前端模组的一个订单 所以这个利基会往上涨 我听到太多了 很多人套在利基身上 结果现在杀下来 重点不是你接到什么订单 就好像加登的营收 11月份是非常漂亮非常亮眼的 重点是股价反映的是你的EPS 不是你的营运营收 这一点同志朋友一定要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在思考的逻辑里面 我们并不希望在股价太高的时候进去买 再好的股票都要休息 对吧 我没有讲错吧 不然你以为台积电要干嘛 台积电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席上去的话 两天跌掉15块半 你说你能说台积电不好吗 台积电好得不行 那为什么会掉下来 涨高了 所以我有一个强调点 我们喜欢 我常在讲 你买股票要买得让自己安心嘛 你买得安心 你才能抱着放心啊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 不管你好坏股 我们比较喜欢在低位阶的时候 低档的时候进去 我们去做布局 我认为这样来做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我举个例子 最近M31被投信结账 杀下来 对吧 那你买 你如果买在360 380 买到400块的 你是会很担心 你买的安排心 你买的就不安心啊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买在280的 然后到了380去调节了 你现在会不会很安心 你很安心啊 杀下来我们还要少买点 他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他没有改变 很多人以为股价杀下来就基本面改变 但有一些是因为基本面改变杀下来 那M31的杀下来纯粹就投信结账 投信就是他卖M31去买力旺 反正我力旺也上去 好 M31我也有基本仓 力旺我也有基本仓 所以但是呢 如果说M31杀下来 其实M31今年赚的钱比力旺多 对吧 拉回来 反而是要早买点 可是如果你买在380 买到400 你就会担心了嘛 好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我们不要再好的股票都一样啊 你股票再好 你买的价位不对 你一样是七上八下 所以我想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好 不管如何同样的逻辑 放在被动元件同样适用啊 对吧 今天国据是不是被外资调高目标价 我昨天就讲了嘛 500块今天反映出来了 好 很多人就开始追国据哦 外资说500块追到404块 收盘变成389.5 国据今天是创新高的没有错 收盘变成389.5 那为什么外资说500为什么不上去 小摩曾经在国据1200的时候还说1600咧 有没有1600 没有嘛 重点是国据已经涨高了嘛 这才是观念嘛对吧 他从203块涨到现在404块 涨了多少 涨了200块 涨了202块 那我问各位 你再多利多有没有用 就算他真的很好 要不要休息 今年国据可以赚多少钱 应该18块而已耶 18块我给你20倍本益比 360吧 你现在冲到404耶 你到底看500块 你是给30倍本益比吗 这个外资我也搞不太懂 你是给30倍本益比吗 还是说你认为明年的国据 可以赚到30块 所以你给15倍16倍本益比 可以来到500块 这就是一个观念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会涨了500 你凭什么给这么高的本益比 是因为国据大家赚钱了吗 没有 今年国据我们预估大概就18块 你自己看嘛 你自己看 对我让开让开 第一季赚6块 第二季赚3块多 两个加起来9块多 然后第三季赚4块多 大概多少 大概14块多 我们算你15块好了 今年可以赚20块 好吧 我再给你第四季可以赚5块 20块 20块 20倍本益比400块 刚刚好 去年赚80块 今年只能赚20块 我还可以给你20倍本益比 所以我常在讲说 股价涨上来 你不管再好 你要提防 提防有人趁力多在出货 有人趁力多在出货 所以我常在 我认为就好像早上有有投资朋友在问我 老师那个被动元件是不是再来一段 会不会取代记忆体再来一段 我就告诉他不会啊 不会的理由在哪里 理由很简单 被动元件什么时候涨的 9月嘛 对吧 国际是不是9月份 我230买的时候是9月2号 就9月第一个交易日 被动元件是不是9月份开始涨 对 9 10 11 12 涨了三个半月了 被动元件已经涨了三个半月 股价又从203涨到了这个404 是不是涨了200块 涨了200块 股价也涨了一段 时间也涨了三个半月 你要在这边再来一段 除非你MLCC大缺货 那有没有大缺货 市场说有啦 有缺货 但没有大这个字嘛 有缺货 所以它的一个这个这个就有涨价 有部分的MLCC要涨价 对吧 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这样 但是呢 你股价已经反映过了不是吗 我反映了你涨价的一个讯息嘛 好 你回过头来 同样的 被动元件是第三季末 库存调整占高一段落 第四季我们听到 晶片电阻跟什么 跟MLCC有涨价的一个情况 所以被动元件涨OK的 涨价的效应 但是他们已经涨了三个半月 波段的位阶也高 你反推回来记忆体 我用我的威刚为例 好 目前记忆体龙头叫威刚 所以我龙头就它的一个指标 应该讲指标 指标是威刚 威刚是这一波涨最凶的 对 威刚从51块涨到70块 大概涨了多少 涨了 今天高点 今天创新高 涨了大概20块 大概四成左右 不到四成 第一个它有涨 也涨了快四成 三成多 对我来讲我买57块 我们只赚13块 13块的部分就两成多的概念 对它低点来算的话 51块起涨 大概涨了19块左右 所以涨了将近四成 可是指标股的国具 涨的不是四成 它涨了快一倍 对吧 所以第一件事情 威刚涨幅没有一倍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记忆体第四季 库存调整占高一段落 然后明年第一季 D-RAM的合约价要涨价 Namfresh的合约价要涨价 是不是跟被动元件很像 被动元件第一波涨的什么 最坏状况过去 对吧 第二波涨价的效应 所以第一波的一个 这个最坏状况过去 威刚出现了嘛 记忆体出现了嘛 那后面涨价的呢 还有一段嘛 我只是不知道 它在这边需不需要整理一下而已 整理一下再涨 也行 所以基本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记忆体跟被动元件 具有同样的利基点 叫最坏状况过去 而且 这个 后一个季度会涨价 但重要关键点是 记忆体什么时候涨 被动元件是12月才涨 对吧 现在才涨多久 三个礼拜 被动元件涨三个半月 记忆体是涨三个礼拜 这第一件事情 时间还没到 第二件事情 最近的记忆体 投信买疯了 我的威刚是投信天天买 天天买 那既然是投信天天买 下个礼拜没有外资了 会不会投信作帐 对嘛 会投信作帐嘛 所以下礼拜其实记忆体还是最强的 被动元件今天就是热一下而已 那下礼拜又会回到记忆体身上 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线很简单 这次演讲会的我的主线 12月21号礼拜六早上在台中下午在高雄 那高雄的场地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抗议的人群很接近 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我们能够闹钟取尽 那在现场当中我会分享三支个股 三档个股 那这三档个股怎么挑的呢 有两支个股是跟半导体主线相关 另外一支个股是跟边缘运算相关 那我的想法是很简单 我不要去找那个已经早上去了 那有没有跟半导体相关还没有大涨 对 我们从低档把它挑出来 那把它挑出来之后 我们看它后续的一个成长力够不够 对吧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送给你的股票 我跟你分享的股票 我们希望至少它的位阶不要太高 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会对 但当我们不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撤退 对吧 但是当我们一旦对的时候 会一个波段 比如说六月份 我跟六月中的时候 六月份的时候 我跟你分享什么 包纵股嘛 当时宏杰科只有50块 宏杰科后来冲到124块 现在还有103块 那其中第二档什么 泰塑3338的泰塑 在六月份分享给你的 泰塑当时也只有50块 后来冲到106块 现在还有90几块 第三档是原先是认为最皮的 叫6643的M31 当时是280块左右 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我也跟分享给你 后来不是冲到408块 所以我想我不敢讲 每一支都会像这样 都会涨一段 但我们希望的是 即使其他没有涨一段的个股 也不会让你受伤嘛 就是不要受大伤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6643M31 当时是最后涨的 因为M31 是足足整理的 一个多月之后才涨 如果你280进去买 一旦不对了 你270可被扒掉 你说那个10块钱 10块钱对280的股票来讲 连5%都不到 可是一旦从280涨到408 涨了120块 那个涨幅是多少 涨幅接近5成 对吧 我们的损失在5%之内 我们的获利可以来到5成 这种股票才是我们要的 对吧 所以我想这次的演讲会 一样 我刚刚跟各位谈到 大家忽略了一点 半导体的主线 台积电的供应链 不是只有设备厂好不好 台积电的供应链 不是只有设备厂 你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半导体的主线 也不是纯粹 只有台积供应链 还有什么 还有封测 还有IC设计 莫斯菲 电源管理IC 有没有 这都是半导体主线 指纹辨式IC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半导体的主线 但这些主线里面 有哪些值得关注 对我在中间挑了两档 挑了两档 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也希望 投资朋友 可以掌握这一次的一个好机会 至少 我们在第一档 把股票先把它挑出来 剩下的时间 就是看市场要不要发酵 一旦发酵 我们的获利空间就会比较大 12月21号礼拜六早上在台中下午在高雄致富讲座 欢迎各位加入LINE之后点击登记报名 LINE的帐号是小老鼠 FU8899 先接收看 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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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